我大概看到的结果,可以大概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一半一半 假如我切三个阶,高阶就是会写程式,没有,还好没有人选错 这班其实有点难度啦,但是也还没到那么高的水准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这一班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进阶,一半的人是入门 那也就是说呢,我上课的那个tempo,可能会调整到中间值 也不快也不慢,我刚刚到底要依哪一边为主 所以假如呢,你是这个level的同学,那你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因为你基本可能你的起跑点就比别人还要再慢一点了 所以你回去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练习 OK,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OK,那这门课程是真的有点难度,但是你也不要紧张 因为我上课会出课录影嘛,你没关系听不懂,回去再花一点时间 再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回去花时间 你不要说你回去都没花时间,下一次来,我跟你讲,你又归零了 你要眼神患上,脑筋空白 真的,我有看过,一看就知道 上课的时候呢,给我的反应,我就知道你回去都没练习 因为好像一讲,你感觉好像都都听不太懂的样子 然后当然会比较容易有那种学习上的障碍了 OK,所以我希望回去你只要愿意花时间,我敢保证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OK,那第二个的话,大家来了解一下,大家最喜欢要学的 其实就是大概有关以色列的高阶函数 其实或者叫进阶函数吧,也就是说那些函数你应该知道,但是你却不知道 OK,除了一些基本函数嘛,像Sum,Average,那些应该算一定都会的啦 可是还有minim嘛,还有什么的,Max嘛,对不对 那还有其他的你其实还很重要,但你却不会的 OK,包含什么呢?包含像文字函数有Test嘛 Test函数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你很多事也做不出来 或者说你要取储存格里面的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那有个mid 有没有,左边的Ladge,右边的rightge 那如果要重复字串,重复几个字就repeat 有没有,OK,那算几个字就LEN 那这些函数的话呢,还是需要 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学习的,是学会使用函数的方法 不用使记啦,OK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学VBA 其实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Excel里面没提供给你这个功能,这个函数 那如果没有提供这个函数给你,也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给你的话 那变成说你自己就要涂发院纲了 那怎么办?如果你不想涂发院纲的话 那你就要写VBA就好了 所以这门课的话,也就教各位,怎么样去撰写VBA 的一个整体过程 那我们主要理论部分可能会是先教你怎么做 再告诉你为什么好了 如果先告诉你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 但是还是做不出来嘛 重点是摆在做出来 你会了之后再告诉你为什么 你就会很容易明白 OK,那当然我有开几本参考用书啦 就是一些参考书 那些的话,你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看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在实作 就是教你把它做出来 因为很多人买了一堆书回去 结果还是做不出来 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每个字都看得懂 但问题就是没办法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 OK 所以我这些 尽量我用最短的时间 跟各位讲最重要的部分好了 OK 所以后面的话有那个 同学最需要VBA的指定函数 其他要什么 不过比较后面的部分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门课可能要界定在比较基础的部分 在后面的相关的进阶应用 可能要到下一阶段 因为我们这门课审其实有 这个入门跟进阶 出阶跟进阶吧 OK 我把它拆成两个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出阶学完之后 如果想要更上一层的的话 那后面就有很多可以应用 像这个 把那个Excel VBA当爬虫 比如说你网页每天都要抓很多资料 那以前的话你就什么 复制贴上 复制贴 复制贴 那如果说你要 抓的资料 有几百个 几千个 几万个的话你怎么抓的完 但如果你懂得用 VBA来当爬虫的话 你真的可以瞬间 抓下来 瞬间处理完毕 瞬间产生成报表 瞬间看要存成什么档案 PDF 或者直接就送寄给 需要的人 就一气呵成 OK 那你每天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把它执行起来就可以了 OK 那事情就做完了 那另外当然可能他改一些层 确定这个层是无物 OK 那你是不是基本上你的工作 所以现在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都是可能要洗了点层次 以前可能不用了 现在可能越来越广泛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可能资料 我刚刚讲比较少 现在资料这么多 也许以前你可能只要顾几个网页就OK 现在可能要顾几百个 几千个几万个 而且还有个问题 如果那个网页是半夜更新的话 比如说你是在地球另外一端 那怎么办 你半夜还要起来 其实也不用了 其实VBA本身有个功能 自动执行 像闹钟一样 时间到执行一下 可不可以 有时候其实你写完之后 甚至有点像写一个助理 他就是随时时间到就做什么 或者是说你多久做一次 多久做一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他里面就有这个功能 而且是我们经常现在使用的 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OK 所以这些我想已经足够你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相关应用 其他有像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因为也是趋势 OK 然后另外的话单纯有兴趣 OK 那为什么知道这门课呢 最多的好像这个 都推荐 推荐的百分之五十 一般的人推荐 显然是 我的网路的评价还算还不错 OK 好 现在大部分都还是会打听一下 OK 都网路 那推广部的网站 还有一个同学是 从我的教学部落可来的 那因为网路上放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待会的话 第一步 第一个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大家的问卷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待会就连到下面那个连结 gg.gg 这个以后可能记起来 蛮好记的 进来之后的话呢 先找到这个范例档 以后的话上课的范例档都在这里 那你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打开来 这边有一个下载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下载 或者你可以点两下 这边有个下载 OK 那下载的话 我是开Google浏览器 OK 那它就会帮我下载到这个下方 你可以点击 它旁边有个箭头 在资料夹中显示 它就跳到那个下载区 就在这边 你请各位 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解压缩 因为它是个压缩档 你把它右键就 理论上 你电脑应该都会有那个解压缩功能 因为我们电脑是装RAR 所以我们用RAR把它解出来 如果你自己的电脑没有RAR 好像有什么解压缩字次 反正就类似的功能 也这样可以解出来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有没有 就解到这边来了 那待会的话 你把它打开来 那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上课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就是文字与资料类的函数 那我们基本上上课的方式就是以案例为主 如何解决问题 OK 然后 所以你们可以打开 比如说第一个就直接打开第一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的文字与资料 那这边启用编辑一下 比如说这一道题目好了 这道题目呢 我的需求是这样 其实工作里面最多不外乎是什么 把资料 比如说三个栏位串成一个栏位 也有可能是一个栏位分成很多个栏位 反正有分有合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就是把这三个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手机的号码 输入到哪里 输入到这里 手机的位置 那其实规则是什么 09是一定固定的 11 然后1杠 一个减的符号 那再加上84 可是他一定要三个字 我们电话码一定是10码 所以要补个0 084 1杠007 问题来了 你当然不是说叫你是用key的吧 如果你还用key的话 那这几万笔资料你拿key的碗 对不对 这个资料是很早之前 在某电信公司内部训练的档案 把它拿来 可以 反正也差不多了 反正你身边有太多类似的东西 那我们主要是什么 透过公式 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格式 把它做出来 那方法当然有很多 你可以想想看 上面有提示 你可以怎么用end加rept加len 有没有 或者不用这个也可以 你用test还是可以 那只要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更快 甚至你可以 旁边有按钮 不过还没做 按钮就是VPA 你做好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全部OK了 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怎么做 请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那我刚刚讲的 后面会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去网路上下载这个范例档 那第二个的话呢 云端上面还有什么呢 云端白板画面 那这个有点像是讲义 其实呢 只要有范例档 就会有个对应的答案 OK 那所以第一类 01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第一个就在这里 蓝色的 打开来 那其实相对应的答案 这边就有 比如说REPT 比如我们刚刚有提到 REPT如果你不太会用的话 你可以切到这边 练习一下 比如说呢 它的销售量 有100以上就给一颗心 200就给两颗心 那如果不足的话呢 就把它去掉就对了 也就是说呢 158就当成1嘛 一颗心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等级 加几颗心 在这下面 当然不是叫你用手动的 你又来手动 那你永远事情做不完 所以慢慢思考 可能你以前 第一个想到 我突发炼钢 把这个信号 Ctrl-C 点两下 一颗心 两颗心 两颗心 那边四颗心 第一个 这动作错了啦 我发现很多人都第一时间就这动作出来 那你永远做 你资料假设几万笔 你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第一个你要update 至少啦 函数要 REPD函数要会 第二个还不止 因为我重复做啊 刚才写个层次就算了 写VBA 所以慢慢一层一层 往下update 所以如果你连函数都不太会的话 那工作一定很累 最怕就遇到那种什么都不会 真的很浪费时间 真的 那有些东西写完之后 真的事情啊 完全就不用去理会了 所以劳永逸了 OK 所以假设如果你 还停留在那个原始时代的话 可能要慢慢进化 真的OK 好 第一个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 并且解压 如果你有随身碟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随身碟里面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会再说明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些细节部分 OK 试一下